联發科 然後NVIDIA Google相關的 希望至少年薪大概一百以上 進入六月 畢業生求職忘記 許多學生找工作就在意薪資的高低 不過上市櫃員工薪資排行最新也出爐 迎日月光五百五十點八萬 年增將近五成 奪下第一名寶座 日月光投控成功擊敗前年獨冠的瑞鼎 創意 敦泰 續准也大躍劑 一口氣晉升前十強榜單中 仔細一看 半導體業就佔得九息 唯獨去年獲利大爆發的長榮 以年增率超過26%的姿態 奪下第五名 寫程式相關軟體上的開發 比較有興趣的 因為他薪資相對穩定 台積電薪水高的應該就是 設備工程師或是製程工程師 一般船員其實也比我們正常在做服務業 還要來得高很多了 愛心設計公司它基層的像 作業員設計員工相對是少 那台積電它本身是製造部分 所以在計算的基準上 當然會有所差別 至於台股霍利王 護國神山台積電 也以317.5萬從44名加速進擊到第14名 航運股除了長榮橫給力之外 陽明 萬海同樣也很爭氣 擠進第13與第17名 航運業薪水高其實不代表說我進去一定就能領到高薪水 裡面的職缺不同或者是景氣也可能會不同 其實他們的月薪都有在這個10萬塊以上 這是海星的部分 他們要再得到這麼高的薪資 或者是公司得到這麼高的獲利的可能性 真的是不高了 畢業季以來報道 畢業生摩拳擦掌 搶進高薪一組行列 30位書國和劉柏茨 台北報導 2014.2014.2014